Hello 我是Renee 今個星期就是講一下投資 因為這個幾月以來 大家都問得最多最多的問題 怎樣可以找一間投資的公司 不用做 坐在這裏 首先見到大家 即是大家都是繼續健康康 繼續戴口罩 洗手 台灣的疫情如何 台灣疫情這個星期就麻煩些 因為有一隻戰艦回來的時候 現在有二十幾個確診了 他們當然了 下船當然要去 見朋友 到處逛逛逛逛逛逛逛 所以他們接觸到的人也很多 所以現在不斷在找那些人 就會做一個家居隔離 去檢查一下有沒有病 希望 我看到香港的新聞 已經有幾天都是零確診 很好 大家就繼續努力 因為其實在其他國家 依然都是有幾嚴重的問題 還未控制得到的 希望大家都繼續注意身體健康 好了 講一下 好了 如果已經開始搞移民 又或者已經是曾經 因為移民的程序 或者是需要的資料而延遲了 其實接下來講的幾點 大家是需要留意一下的 我們經常都說台灣人情味很濃厚 台灣人經常都說 風景 台灣的風景最漂亮的是什麼 就是人 那些人是一個風景很美麗的 會很friendly 很肯幫忙 我又覺得都對的 某程度上都對的 你問路可能會帶你去的 你有什麼突然間跌了 很多人會幫忙撿 又或者你問到什麼 不要緊要 我給你 送給你 很多時候都會出現的 如果你是一個外國樣子 即是外國樣子 即不是你這個亞洲樣子 是一個外國樣子 會對你再特別好一點 沒錯 所以如果你長得外國一點的話 其實你收到人情味會多很多 如果你是一個女生 長得像一個外國樣子的話 你的人情味 收到人情味會更加的濃厚 這個拉到哪裡呢 這個就是講到 去找你的擔保人 很多時候大家申請移民的 其中一個項目是 其實按一下按一下 最辛苦的就是擔保人 很多人都會在Facebook 在Facebook那裡問我 有沒有擔保人介紹 擔保人介紹 即是什麼意思 即是介紹一個你不懂的人去擔保你 這麼奇怪 沒錯 大家只問一些奇怪的問題 我很多時候都會跟大家說 其實你最簡單的擔保人 因為你的人真的會在台灣出現 那就是你的房仲 即是介紹你租樓或買樓的房仲 他呢 是一個非常熱心幫你的人 那你可以問他可不可以幫你做你的擔保人 擔保人呢 是要在親戚以外的 即是不可以是你 因為你是投資移民 我們在講的 大家都在用的 因為不可以是你的家人 那如果你是家人 就不用我投資移民了 對不對 你明白 對了 那就是一個有台灣正正式的身份證的人 有工作證明到的人 那這個房仲就是一個很好的人 因為他有工作 他一個台灣人 那他應該很肯幫你的 因為你搞好台灣的擔保人 這樣才可以在台灣生活 他才可以賺你錢 對不對 好 那另外一個 如果覺得房仲也是不好的 我不喜歡和房仲 好 那房仲帶出來的另一個人 就是你的房東 你店舖的房東 office的房東 或者你住的房東 如果你買的 那你上一手的業主 那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會幫你的人 因為他都很希望你留在這裡 他才賺到你的錢 哎呀 不是 我們人情不是很濃的 沒錯 因為跟你聊得多聊 那你又剛剛來到 那接觸到的人 應該是你兩個會比較多些 那聊得好 適合投契 那就可以幫你做擔保人 那這兩個是最簡單 你也是接觸到的人 做你的擔保人 那擔保人有什麼責任呢 最大的責任就是當你被政府趕走的時候 不知為什麼 那你又說自己沒有錢 在這裡 無賴地 那他就是需要給機票你走的 是的 這個擔保人是需要給機票你走的 他唯一一樣責任就是這樣 那你 沒有飯吃 那些又不是很關他事的 因為你都叫做600萬投資的 那你沒有飯吃 那這件事都幾 幾不可信的 好嗎 好了 所以呢 找擔保人並不是一個最難的 因為台灣最美麗的是人情味 好了 另外一樣就是戶籍 對了 戶籍就是比較難一點 那你又不可以找房仲的 但是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可以的 但是慢慢一點 最簡單的就是你的房東 那你住的那個房東 如果你買的當然沒有問題 買的就是你自己的了 如果你住的 租樓的房東 他可以借他的地址 給你做你的戶籍的 那其實整件事 一個單位做的一個戶籍 其實是不需要付錢 不需要成的 那因為對房東來說 其實沒有什麼損失的 那當然啦 如果他說 喂 我說沒有報稅的 我租房給你 這樣做了一個 一會兒他查的 很麻煩 那 某程度上他是對的 也都某程度上 他是不想幫你 因為如果你有一個朋友 他自己的房子 他說好吧 我給你一個地址 給你做戶籍吧 那其實對他來說 是沒有任何損失的 那當然啦 有些人會再分的時候 一間房子一個地址 可以有多少戶籍 那你一個人再後話啦 那現在正常上 有一個人 一定不應該用得爆大 那就是說 剛才說的單保人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沒有朋友 因為很多人說 我國語都不好啊 我一個朋友都沒有的 那很辛苦很難 有沒有可以的 那我只可以說 公價 你外面找的公價 是2萬元台幣 一次過的 就不是逐個月計 又不是逐年計 是一次過的 所以有些人跟我說 有些他找到的公司 跟他說 現在要在這裏三年 那你 就說 逐年計 逐個月給錢 哇 聽了 我都覺得很融 這件事 原來是搶錢 那大家 就盡量找多些人 那你說 我真的 房中 我又不好談 房東又不好談 那你會不會吃飯的 你吃飯 可以跟別人好談些 跟別人好談些 你要個擔保人 那我告訴他 擔保人 擔保人的負責 的責任是甚麼呢 那也有很多朋友 其實真的 這樣就找到一個擔保人 這個真的 是真的 又可以說回台灣 真是人情味 那 看看你的人好不好 有時候 大家來問我問題 語氣真是超差的 如果在我面前 我真的一杯茶倒過來 讓你喝的 差到在盤問你 那樣 那我覺得 那 我經常說 我的頻道 有兩項 一 就是教你自己去做移民 我真的不賺錢的 第二 就是你找我移民公司幫你 兩樣都好 你的禮貌就是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說我賺你錢 我不一定要受你氣的 因為我不是靠這個吃飯的 那如果我不是賺你錢 麻煩你更加要禮貌少少 好 講回我們的人情味 因為我現在是台灣人 我都可以有人情味 沒錯 我們的人情味 剛才說了 正正常常 你外面真的要找人給錢 那些就是兩萬元的台幣 一次過 你真的聽到什麼 逐個月計 逐年計 你真的走 不要理他 那些錢 大部分公司都不會賺你 是真的給那個人 那大家要小心一點 因為那個人 可以任何時候都 再去移民署 說我不擔保了 我不做了 他不需要給任何理由 他不想做了 到時候 你就需要找另一個擔保人 這個要大家要留意一下 說完擔保人 剛才說了戶籍 戶籍也是 人好一點 跟人聊天 開心一點 戶籍並不是一個最難的東西 你有朋友的時候 戶籍就可以出現 因為對他沒有任何麻煩 給你加戶籍的名字 另外要說一下的就是大家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如果你還未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就麻煩你按一下訂閱的鈕 另外按一下鈴鐺 因為有鈴鐺 才會收到我們最新的新的訊息 我們這個頻道除了移民的訊息之外 也會有台灣的生活 台灣的旅遊 台灣的養飲食 另外還有一條是煮食的頻道 如果大家喜歡煮食的 也會幫我訂閱一下 沒錯 如果可以喜歡的 更加可以分享他們的朋友 另外不要忘記 我們的Facebook 852GO886 那裡的訊息會多於Youtube 因為Youtube真的一個禮拜 才可以更新一次 Facebook差不多每天 都會有新的資訊 新的法例 台灣發生什麼事 都會在那裡會有 剛才說 大家一個多月經常都會問的 就是投資 因為這間公司要三年 大家覺得 說三年怎麼辦呢 不斷問 我有沒有其他公司 可以讓大家去做投資 各樣東西 因為大家問得太多了 而這個市場又出現得 有些公司也開始出現 應該說 就是幫大家去做投資 去找投資 不是開公司 而是兩件事 你開公司去做生意 是開公司 有些人去幫你營運 那間公司 而我這次要說的是 你直接去投資一間公司 做一個股東 好了 那我當然是四出 找些穩穩陣陣的公司給大家 那我穩穩陣陣的公司 那公司怎麼找呢 真是到處找的 OK 那當然是不同的人脈 那我們公司和其他公司的合作 那我就覺得有一個呢 現在可以提供給大家的 那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OK 覺得喜歡的 你也可以再跟我再談 那當在找的時候 那當然是找一些比較穩陣的 那穩陣的 不是說 我在台北公司都開了60年 有三代那些叫做穩陣 那我去找的呢 就是會是一些世界性的一些集團 那我覺得那些叫做穩陣一點 那我們這次公司就找到一間是開酒店的 沒錯 世界性的開酒店的集團 那 那 譬如如果我說半島集團 那大家OK就知道半島集團 那也可能是住過 如果我說Holiday Inn的集團 那大家也住過 如果我說Sheraton的集團 那大家也住過Sheraton 如果我說是Marriott的集團 那大家也住過Marriott 那如果我說Hilton的集團 那大家也住過Hilton 那大家也住過Hilton 那W Hotel的集團 那這些集團 那大家也住過 是不是 如果說其中一個我找到的 就是剛才我說的其中一個 那大家的信心會不會很大呢 應該會很大 是吧 那大家真的計劃過的一個世界性的集團 沒錯 我找的真是其中我剛才提過的一個 那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一點的訊息 那就可以在Facebook 我們852G 886的Facebook 那裏可以E-mail 那裏可以Message我去問 那我就不會再去不斷不斷公開 在YouTube內說太多了 那整個動作是怎樣呢 那你真的做600萬的投資做股東 那以一個股東去投資的形式 去做這個投資的移民 那這個也是平時的投資移民的選項之一 只不過平時大家會是 著眼於用600萬去開公司 又或者是開一間公司 被人去管理 那我經常都說 被人去管理 其實真的蠻蠻地的 那間公司都是小公司 或者是被一兩個人去管理 他真的走了 你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那我們這次是一個集團式的管理 世界性酒店的集團管理 他不會走你老的 我覺得 如果他走你老的話 真的是很大件事 那另外 亦都會在台灣 有匯計私留 有銀行做擔保 那所以你簽聯約 那整件事是很困難的 那當然 那 講的是三年的投資 那這個你要留意一下 因為是三年的 那跟你現在開其他公司都一樣 那如果要比較 我覺得現在你自己開公司的 那三年裡面 你怎樣運用的 你那六百萬 都依然是非常之舒服的 因為是你公司裡面 在你的手上 那但如果當你做一個股東的話 那六百萬 你差不多是三年裡面 都是hold住了 那我們會穩陣一些 那我們會做四年 因為這個是牽涉到另外一個話題 就是究竟你的身份證 和你的公司的掛勾的關係 譬如現在是一年可以拿出身份證 那你公司要三年 那有很多人 以前就是一年一拿出身份證 就立刻收拾一間公司 那也都會有人被政府召回去 聊天的 問題是為什麼 一拿到身份證 就收拾了一間公司 那你就騙我 那這樣 那三年也是 我們也是穩陣一些 希望大家真的安安安樂 可以拿身份證 拿護照片 不會被人拿走的 不會被人拿去問話的 那我們希望呢 是做一個三到四年的一個投資 那就非常穩陣了 沒錯啦 那當然啦 你只有這間酒店集團的股東 特別的股東 那當然它的一些設施啊 酒店啊 你也有折扣的 沒錯 這個我覺得是挺吸引的 因為既然我剛才說的那些集團 其中一間你住過的話 那我覺得 嗯 這個也是一個利益 雖然你沒有什麼理識 沒有什麼其他東西 但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利益 OK 那當然啦 遲些再 真的疫情好一點的時候 我會去到去拍片 告訴大家 其實酒店的樣子是怎麼樣 是在哪裡 那當然你去問我們 我們去談的時候 我當然要告訴你 只比我另外要拍片 告訴你 有多漂亮 那門口的大招牌呢 是見得到的 是有剛才我說的 其中一個集團員的名字 很有趣的 OK 那我覺得這個 非常穩陣的 當然 如果你也找到其他 一些穩陣的一個投資 你可以告訴我 那我也可以告訴你 其他有興趣 自己去找投資的朋友仔 知道啦 那我經常都說的 那這個頻道是教你怎麼去移民 亦都是我們有公司幫你去移民 兩樣東西 你問我問題 我都無人歡迎的 好嗎 好了 那問我問題的時候 麻煩你 告訴我你叫什麼名字 因為大家都很多時候 是不告訴我 叫什麼名字 而大家在Facebook出現的名字 我不知道怎麼叫大家 有時候不是名字 而是大家那些 有些怪的叫下去 嗯 好了 那這個大家注意一下 輕鬆一下 那 那 今個禮拜就是差不多 如果還沒訂閱 就幫我訂閱一下 如果還沒去Facebook 幫我們LikeFacebook 就幫我給Facebook Like一下 好嗎 那另外 我們那個 主送的 那個頻道 也幫我訂閱一下 好嗎 這是一個新的頻道來的 我希望大家來到台灣的時候 都可以 不需要每次都出街吃飯 看到你們在家裡煮飯吃 因為台灣的菜 真的很多選擇 比例如香港 那 海鮮也是很多選擇 那 肉就是這樣 都是這樣 都是豬肉羊雞鴨 好 說起 台灣的豬 是挺好吃的 台灣的本地豬 是挺好吃的 就是這樣 OK 大家身體健康 繼續戴口罩 洗手 好 下次見 拜拜